我笑容直接降终 以时半会儿心中极为气氛 这个吴小波 简直就是故意跟我过意不去 多年的老同学 刚见面就这样嘲讽计较 很娘的 有意思吗 说实话 此刻我真是气得想打人啊 可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必须给我兄弟的面子 苏金轩邀请我过来 我不能给他惹出事 否则这么多人在场 会让他很难看 兄弟你真口意思 我无所谓的笑了笑 现在我也就是跟人打个工赚点钱 你让我当公司老总 我还真是干不了玩不起啊 开车小弟跟看大门的保安 最适合我了 嘿嘿嘿 吴小波幻想 汪哥 您看您说的 赏学那会儿 您可是班子里的奸着生啊 再说了 凭借咱们的关系 让您去当保安 那不是驱财了吗 保安 那是人干的吗 保安不是人 就是一条狗 我怎么能够让发哥 你当我们公司看门的看门狗呢 吴小波的话越说越过分 越说让我心中越恼火 恨不得上去给这个家伙一顿好打 可是我还是忍住了 旁边的那个女人 不知怎么忍不住笑了起来 或许是认为吴小波说的话很好笑 但是我也没有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吴小波 你说话就不能省点心 苏金轩在旁边皱了皱眉 有些看不下去 你知道发哥现在在哪干活吗 说出来吓死你们 发哥打工不错 但人家却是跟着财神路的一位老板做生意 本眼吴小波脸色微变 然后他急忙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 低头哈腰的道歉 啊 发哥我错了 刚才只是给您开个玩笑 您可不要借药 我心里很是恼火 但还是笑了笑 说没事 财神路 那可是本地最为豪华的金融器 那地方可是土豪汇聚的地方啊 刚才发笑的女人穿着很是时髦 打扮得很是漂亮美丽 属于很是让人有好感的那种 对了发哥 这位是我们班的班花儿 任盈盈 你 你还记得不 苏金轩直接介绍起来这女的 温言 我瞪大眼 真没有想到啊 这个漂亮的女人 竟然就是我们班的班花 当年我还暗恋过她呢 当然记得 我笑的笑 伸出手跟任盈盈握了一下 任的美女 现在怕是下入豪门了吧 任盈盈这么漂亮的女人 怕是会有很多有钱的男人去追啊 下入豪门 怕根本就不是问题啊 任盈盈有些娇羞 发哥 你真坏 见此 我们都是愉快地笑了起来 发哥 你可不要瞧不起任小姐啊 人家现在本事就是豪门 根本就不用嫁入豪门 这话是吴小波说的 接下来我才知道 原来任盈盈是单独创业 现在已经很牛逼了 公司规模 不输吴小波的外贸公司啊 可谓是女中豪杰 我们四个人说了几句话 然后接下来 苏金靴就招待大家入席喝酒 二十多个人 有男有女 都是各行业的精英 跟苏金靴的关系很好 上菜很快 一下子就上齐了八十多道菜 可谓是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啊 今天 诸位能来到这里 就是给我苏金轩的面子 说是同学聚会啊 但你们当中 有的是我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和大学的同学 还真是 有的不认识啊 苏金轩站起来 手里拿着装着红酒的高脚杯 冲大家建议 不如我们互相介绍一下 然后各自加微信群号 对此 大家都表示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认识苏金轩 所以苏金轩没有接受自己 而是拿出手机 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 接受自己 爆出微信号 打去添加 将人拉入新建的群里 从吴小波开始介绍 然后大家 一个个自我介绍起来 我是最后一个 没什么好说的 就介绍过自己的名字之后 也没有介绍工作 这些人的介绍 还牛逼啊 不是公司的老总 就是某政府单位领导 不是生意人 就是公务员 我介绍过自己 然后吴小波就直接起哄 没按好心的跟大家说 得让我介绍自己干的行业 让大家互相熟悉一下 还说 要不然 我就是不给面子 没办法 只好映着头皮介绍 说自己是在财神路 跟着老板干的 哦 财神路 乃是金融地带啊 王大哥 你真是太牛了 能在这金融街干的人 可是都不简单啊 女士真了不起 大家都是冲我称赞有加 我笑得小没说话 看得出来 这些人表面恭维 实际上 心里头根本是瞧不起我 毕竟 我只是一个跟着老板打工的 老板再牛 跟我也是没有半点关系 这个时候 乌小波笑着 方哥 您老板 怕是好几个亿吧 您一个月的工资 得不少钱吧 大家都是奇奇地看向了我 我心里恨死乌小波了 但却是厚着脸皮说 没多少钱 够吃喝费用了 这家伙 还不放过我 又说 多少也得有个数吧 关键时刻 苏金轩给我结尾 吴小波这才罢休 在五星级大饭店 大家都是喝了许多酒 然后又去唱歌 这里 有属于五星级大饭店的KTV 本来我是不太想去的 可是吴小波从中作梗 说我不去 就是不给面子 所以 最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喝酒的中途 大家都是又喝开了 还说喝醉了没事 可以住在这里 反正由苏金轩买单 因为比较生气 被吴小波气得想打人 所以我喝了许多酒 屋中去卫生间吐了七八次 五星级大饭店 有五星级的宾馆 可谓是吃喝玩乐 一条龙 在大家吃喝玩乐 玩够之后 都是被苏金轩 安排到休息区里休息 大家都是单独的总统套房 我时和客厅 还有卫生间 我也是分到一套总统套房 进来后直奔卫生间 趴在马桶上 直接是呕吐了起来 喝醉酒的感觉 真是太难受了 咦 在我洗手的时候 突然发现洗手间的镜面上 好似出现了一个 披头散发的黑影 我心中已经急忙抬起头 可是再看去的时候 却是发现什么都没了 甚至怀疑 我是不是喝多了 所以看花眼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